青少年彩球双人组和青少年嘻哈双人组 在市府贵宾接待室秀出精彩的表演 市长谢国良和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摄 这四位在基隆就读国中的学子 和指导他们的两位教练 获选为2023亚洲啦啦队锦标赛国家代表队 市长谢国良亲自接见 为选手加油打气 这一次很开心 跟我们这次要参加巴厘岛 啦啦队亚洲锦标赛的一个竞赛项目的选手们 有四位是我们在地的孩子 来跟他们鼓励打气 那也希望他们在这次亚洲锦标赛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刚刚他们现场演练了一番 我相信大家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训练出来 在这边也恭喜爸爸妈妈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们教育处在体育方面也会继续的鼓励更多的选手更多的孩子学生 参加更多的竞赛 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来给予更多的协助 同学们加油 要练很久 那难度有没有跟在国内比赛的有差异 有 要对到别的国家的人 这次我是比彩球双人 虽然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这次出国的时候我会全力赴为国真光 我们是基隆市语独舞蹈团跟语独拉拉队 那我们有去争选我们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的国家代表队 那四位选手都有顺利争选上 那我们即将在10月19号飞到巴厘岛参加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因为拉拉队分成舞蹈拉拉队跟竞技拉拉队 那我们参加的是舞蹈拉拉队的嘻哈双人组跟彩球双人组 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完美全场加油 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继亚青锦标赛 将于10月21号10月22号在印尼巴厘岛登场 选手们开心又期待 市长谢国良也给予满满的祝福 期待他们为国真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